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张嘉玲张医师 小美跟馒头 今天有什么问题要发问吗 张医师请问一下 最近我有一些闺蜜 他们都跑去打什么细胞的 请问细胞是什么啊 张医师张医师 我是馒头 请问这个细胞疗法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好的 细胞疗法 最近十年来非常热门的东西 因为很多的人 尤其是有钱人 他到了一段年纪以后 身体机能都退化了 那时候呢 他有一点点闲钱 那很多身边的朋友 就会告诉他 哇 我们有些抗老 回春的方法 来帮你身体健康做恢复 所以有钱人就趋之若鹜 所以怎么叫细胞疗法 细胞的来源 我们就分成第一个到瑞士到法国 最早期的时候他们打的是羊胚胎 在我们而言 我觉得他的保障性并不大 所以后来有药厂 正规的药厂 用比较科学的方式 经过无菌处理 经过萃取或经过培养 把这些细胞的有效成分提建出来 这个成为一种药物 到我们台湾来 这个现在目前合法可以进口 这个是我认为还是比较可靠的 接下来 各位已经听听过 到乌克兰去打胚胎 那这个就更提升一步 叫做胎儿 人类胎儿的胚胎 那么很多的 我的企业界的朋友告诉我 他们花了三四万美金 从台湾飞到北京 跟团 组团 跟他们大陆团 一起飞到乌克兰 一个礼拜 那么这个礼拜 他们会给你做饮食改变 会打入人类的胎盘 甚至于胚胎细胞 那各位要问胚胎细胞 可以打在人身上吗 这个问题其实困扰了很多人 那我的回答就是说 只有全世界现在 只有乌克兰一个国家在打 许多欧美的新进国家 并不是把这个疗法 当为一个合法的疗法 所以目前我们对这个疗法 还有一些存疑 甚至于听过 有些人打完之后回来之后 有一些生理上的 故作与反应 这个都是有一些报告存在 所以各位如果要到乌克兰去打 我想各位自己要做好 审慎的评估 我们绝对不鼓励 最后一个 也是最近几年来 几年来很风行的 我们台湾人到哪里 到日本 明古屋 有些医院 有个固定医院 打胎盘术 对了张医师 我们那些闺蜜 他们都揪团 一起去日本 就是现在人家讲了很多贵妇团 会揪团去日本打的细胞 好像都打得很开心 对 所以这个疗法已经行之有年到明古屋 那么就我所知所谓的胎盘术 它是一种激素 也就是所谓的赫尔蒙 赫尔蒙的东西 它打完之后 是有一点有固定奇效的 那么以我们内分泌 新陈代谢科医师的立场来讲 赫尔蒙其实不建议长期使用 因为男性赫尔蒙会长期的使用 会导致肝癌 女性赫尔蒙长期使用 会导致子宫内膜癌及乳癌 我所谓的是长期使用 那么如果你是有先天不足 或是后天事发性的暖潮衰竭 或是男性在脑下垂体缺乏 导致所有内分泌都停顿之后 没有办法分泌的 这个在医生的处方之下 才建议你去做这些荷尔蒙的补充 哇 好恐怖哦 啊张医师 原来这个是要经过医师的审慎评估之下 才能施打 由医师来诊断施行 对的 对的 盘头你讲的这个问题非常正确 其实这些荷尔蒙制剂 所谓的性荷尔蒙制剂 在很多的健保项目 它是有给付的 但是呢 它要经过一系列的检查 比如说我刚讲的脑下垂体缺乏 这种病况叫 英文叫西汗症候群 那么尤其发生在女性 在怀孕的时候大出血 大出血之后呢导致我们脑下垂体血液量供给不足 导致缺血坏 所以我们脑下垂体所有的内分泌主导中枢全部失去的功能 所以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性腺分泌激素不见了 所以像男性就没有办法分泌这个男性荷尔蒙 女性就没有办法分泌女性荷尔蒙 第二个它会导致甲状腺促菌激素失调完全没有办法分泌 所以甲状腺就会造成甲状腺分泌不足而低下 第三个它会造成肾上腺分泌不足 所以肾上腺就会造成所谓事发性的肾上腺功能低下 所以这些所有荷尔蒙低下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 所以医生就会根据你的所有检验报告 给所有的我们叫4G试验确定跟电脑断层检查 确定你是这个病 然后我们就开始会跟这些病人补充所有的性荷尔蒙激素 但是如果是一个正常人 一个正常人 你的所有基础都正常的话 你如果再补充下去 我们人体会有个基准叫做回馈期 所谓的负回馈期 你荷尔蒙补充进去 之后你的脑下垂体 被感应到你身体那些荷尔蒙过量 你脑下垂体就停顿 他就休息了 他觉得身体已经够了 他不用再分泌了 他就停顿了 所以造成我们自然生理的所有荷尔蒙 他也会停顿 因此最后就会产生很多很多像酷熏症候群 像我讲刚刚那些性荷尔蒙补充造成的癌症 这些是一个正常人 你不用去补充这些荷尔蒙的情况之下 你不用那么样的造成身体一个反向的操作 让他觉得没病又生病 叫没事找事 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跟各位建议的 正常人千万不要去补充这些 没有经过卫福部合法进口的这些药物 最后我们讲到我们国内的乱象 我们国内在过去呢 细胞疗法还没有合法之前 所谓中部南部都有医生在做细胞疗法 他们的做法就我所知大概就是自己有一个实验室 那么培养细胞打入病人身上 尤其有几位医生特别着重在免疫细胞的治疗 那么这个免疫细胞治疗 他在卫福部后来公告之后叫做恩慈疗法 最早是恩慈疗法 后来才有两年前的特管办法出现 那特管办法出现之前 我可以跟各位讲 所有的细胞疗法都是非法 也因此这样子 很多曾经各位曾经了解 有某个医生宣称 免疫疗法非常好 是癌症完全百分之百 无效退遣 这个我也碰到这个医生 无效退遣 其实这个话我们是很难 有一个正规的医生去讲出来 因为癌症我们只能辅导治疗 延长生命 增加生活品 增加体力 让他生活过得好一点 跟家属长期 甚至于只能想办法 让他变成一个慢性病 但是我们不能讲癌症可以治愈 除非你是早期的癌症 你是早期发现早期癌症 像有些癌症比较乖的 像鼻炎癌 这些早期发现 甚至于充活率十几年都有 这些像皮肤的肌底细胞癌 或是肌底细胞癌 几乎十年的充活率 可以到达九十一百 像零状细胞癌 皮肤零状细胞癌 五年的充活率 可以到达百分之八十 这些都是我们归类在比较乖的癌症 那如果比较恶劣的癌症 像女性的暖潮癌 男性的胆道癌 男性的胆道癌 男女性的胰脏癌 这个都是非常不乖 非常恶性的 所以这些癌症我们都非常小心 但是这些癌症 卫福部也只有建议 在特管办法里面的免疫细胞癌法 当成一个辅助癌法 所以你的很多 我们以后会制作一集 有关于特管办法里面的癌法 跟各位详细讲 所以我今天所说的 这些细胞癌法 各位一定要遵循 适当合法的管道 卫福部有认可的 任何的药物及癌法 你才可以去尝试 否则现在市面上很多的乱象 各位要非常小心 不要得不偿失 这种让自己的身体 陷入到一个非常不好的情况之下 我们今天又上了一课了 下次各位有空收看我们节目 会跟各位分享更多更新的狂医资讯 请大家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小铃铛记得打开